这是一款远程控制软件 能实现电脑或网页远程控制安卓或iOS设备 哪怕两个设备相隔万里也能轻松实现 大家好,我是MetaWork 专注于跨境技术研究 常常分享一些你百度不到的知识 新来的朋友请不要吝啬你的关注 老朋友请随手点个赞 并转发给你有兴趣的伙伴 非常感谢 今天的主角叫AirJoyed 是一款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之所以介绍这一款应用 是因为我刚刚就遇到了需要远程控制手机的场景 就比方说你出差时恰好把手机忘在家里 想找一个客户的电话号码 是不是很让你抓狂 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孩子让你帮他清理手机 安装游戏 没必要飞等到你回去 远程操作即可 AirJoyed还可以远程拨打电话 收发短信 开启摄像头 查看手机周围情况 付费版 还能收听声音等等 远程控制软件当然有很多 但是能同时支持局域网和广域网的那就非常少 另外还有 AirJoyed的远程控制手机无需root 这样就使得安卓Joyed是最方便最简单的控制手机的 它支持多种客户端 可以用网页电脑手机控制另一部手机 你是不是很期待呢 接下来我就以电脑控制安卓手机为例 简要说明安装方法和控制的方法 首先是电脑下载并且安装AirJoyed 然后点击这里的注册 通过邮箱密码和确认密码 移称就可以注册成功 然后还需要在邮箱里接受一下确认邮件 确认以后直接可以登录 那电脑端的操作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手机端该如何操作 在安卓手机里可以直接安装这个应用 在各大应用商店都可以搜索到 然后安卓手机和电脑登录同一个账号 安卓手机点击个人设置 请关闭连接到手机时确认 安卓手机再次点击个人安全及程序功能设置 请开启远程控制 免入的手机需要安装插件 请按照提示安装即可 完成后就可以用电脑远程控制一台手机了 那接下来 我给大家用视频来演示一下 现在它显示的是我这台 OPPO A83T手机是离线状态 我只要点击它就可以进行连接 现在显示的是局域网连接 请大家稍等 我把安卓手机的网络关掉 让它使用4G 然后在这里刷新一下 现在我的这台设备已经在线 它的型号是OPPO A83T 有一些特殊的型号 它需要极个别的设置 然后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官方文档 这个是文件管理 进行文件的备份和传输 这个是远程控制 我们来进行远程控制 如果手机上没有接到通知 那么你的手机需要点击个人设置 关闭连接到手机时需确认 我们重新发送请求 这里所显示的就是我的手机界面 虽然说手机在我的旁边 但是我手机使用的是4G网络 那么这一部手机 哪怕是相隔万里 也可以直接这样进行连接 我们退回到主界面 下面我用鼠标来操作 读取短信 这里就是我手机上的信息 点击加号可以创建和发送短信 在这里的操作就非常简单 例如说我们要传输文件 或者是在手机上删除应用 这些都非常的简单 当然 AirDraw的还能够读取通讯录 以及通话记录信息等等 返回之后可以开启摄像头 或者是把电脑当成手机的键盘 操作演示就到这里 那今天的影片也接近尾声 影片中的文字介绍 这个网页地址 我会粘到视频的介绍栏当中 有需要了解远控软件的伙伴 可以深入的去了解一下 最后请大家给我点个赞 我们再见吧